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经济复苏远未完成 假如新型肺炎疫情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经济可能再度落入下行的船窝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曾升超过200点 其后掉头向下 1度跌420点 收市跌375点 报27,772点 跌幅1.3% 表报500指数收市报3360点 跌47点 跌幅1.4% 纳斯达克收市报11154点 跌177点 跌幅1.6% 微软跌超过2% 苹果和亚马逊跌近3%或以上 波音下调未来飞机需求预测 股价下挫6.7% 航空股普遍受压 再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L个别发展 腾讯ADL个半港收市价升超过1% 置核布533.29 汇控置核被半港收市跌0.2% 中移动跌0.22% 中联通升0.73% 中人寿升0.24% 中海油跌0.94% 中石化跌0.12% 中石油升0.11% 再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主要是由银行股做好带动 另外石油和天然气、汽车、保险股 也普遍上升 联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5949点升7点 凡兰克福德指数 收市部12906点升77点 巴勒卡指数 收市部4895点升23点 看油价的表现 油价延续升势 挪威的石油工人罢工 预料将会令到当地的石油产量 减少8% 另外巨峰接近墨西哥湾 对能源生产设施 构成威胁 都推动了油价向上 其后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美国上周的 原油库存增加95.1万桶 增幅远超过市场预期的29.4万桶 汽油库存减少86.7万桶 跌幅预期大 纽约旗油每桶报40.67美元 升1.45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42.65美元 升1.36美元 看看金价 金价由两个星期高位回落 主要是受到美元转强拖累 纽约期间 每桶市报19808.8美元 跌11.3美元 看看美元回价 美元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刺激方案的初商 引发了避险买盘 美元指数报93.817 升超过0.4% 欧元对美元报1.1736美元 美元对日元报105.63美元 美国8月的贸易赤字扩大至671亿美元 是14年以来最大的贸赤 另外市场也关注联储局稍后公布9月的会议记录 看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7.7501 日元105.65 欧元1.1724 英镑1.2871 瑞士法郎0.9184 家元1.334 澳元0.71 楼元0.6576 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74厘 30年期债券报1.54厘 这一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3925点跌54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9492点跌43点 大股成交暂受99亿左右 这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见 要长文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875.52美元 卖出价1876.08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3.2665美元 卖出价23.3265美元 以上资讯由越长文提供 完成了 完成了 继续